古不堪言 女孩回家 竟发现陌生女子 睡在自己的床上 现场电话连线 帐篷却爆出惊人引擎 老娘就把阿姨 为女孩鸣不平 进去收看 88年女孩嫁给富二代 真的幸福吗 上集 不少女孩都梦想着 有一天能够嫁入豪门 或者嫁给一个富二代 从此可以衣食无忧 当上少奶奶 但这条人生道路 却并不是每个女孩 都能轻易选择的 许多媒体曾报道 一些知名女性 嫁入豪门之后的生活 往往过得 没有想象中那么幸福 甚至不乏婚姻破裂 人才两失的例子 而我们今天的求助者小鹿 是个88年出生的年轻妈妈 她就是嫁给了富二代之后 遇到了种种 让人意想不到的悲惨遭遇 又是生了孩子 国家不让看 又是巨额存款被婆婆转走 这可是小鹿在嫁给这家人之前 万万没有想到过的事情 那么国家究竟为何 会如此对待小鹿呢 而南方一家又迟迟没有到场 我们就先把小鹿请上场 单独询问 家长里短不用愁 都来找我们老娘舅 各位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每晚播出的新老娘舅节目 本节目是由娱乐频道 和上海市司法局共同主办 我们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而签署的调解协议 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今天来现场进行调解的是 我们都很熟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 百万亲白阿姨 欢迎您 而打电话来向我们求助的是陆小姐 问问看陆小姐 找到我们是有什么事想要解决 白也好 主持人好 是这样子的 因为老公家庭丢起比较好 属于典型的南港 就是富二代 所以就是刚 我只来给两年一年一半月份 帮老公登记结婚了 所以只来给四月份 终于八月份 所以就是 我来给一年一年四月份 上了一个女子 一年一年三月份 两年一年二月份 就还有一个人 我现在 我现在 有一个人 在那边 就整天沉迷网络游戏 体体不像游戏 甚至于 我来做一只能够 飞入年 一做 网络 而 而且 广告 我来看 乌兰 车路 之后 就是这样子 所以 你还送来 网络 就甚至于 帮 说你 那 我来 甚至 对 丢 四部 一切 也不让网络 那你今天来是希望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 我是希望他们能给我看我儿子 并且我想照顾我儿子 因为从我儿子 你今天来你是希望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 我是希望他们能给我看我儿子 并且我想照顾我儿子 因为从我儿子生下来以后 是还想回到这个家庭当中去的 不不不 我只想照顾我儿子 照顾你儿子这要分是你跟你丈夫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是想跟他和好还是想跟他分开 分开 分开是离婚吧你的意思是 对 小鹿表示现在只想要回孩子离开这个家 如果只是因为丈夫沉迷网络游戏 相信不至于让小鹿又要放弃婚姻的念头 更不至于让婆家转移走她的资产 那么小鹿与富二代丈夫之间究竟还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呢 这样那个小鹿你给我们讲讲看 当时好的时候是怎么样好起来的 儿两个你打我动我 打我动我不是相信 跟你老六家了已经 本苦动我 对啊 对啊 懂北动我啊 对懂北动我 懂北动我刚好之处 难道我的东西刚难能当时难能会是对方啥地方 嗯 因为我苦综于没有老的了 嗯 所以就刚刚 我不是男的我都很累了 但是我没想到就是 别人也有了一样的工作 就整体当劳力上 不工作 整体不上有事 嗯 所以甚至于觉得刚刚 没有的 因为零收入嘛 嗯 自车外金了 也长不过的 嗯 你那到底想什么忙了吧 嗯 嗯 刚好又没有一个人 嗯 因为北京阿拉伯都生活嘛 我又是具体老了家一边 那样子日以三方式来学习 嗯 那你工作了吗 无工作了 现在十年代位上班 哦 十年代位上班 对 你老公就这么工作 对啊 嗯 嗯 这种就是说 我去过一马 那一个两个人 就结婚一样 我帮一港 我过那呢 能就是 呃 丢之后 我们应该有一个 工作 包括 那二十年我去过 就是说 能就是丢之之那呢 好 我们应该 呃 都拿到这场那边 开开的家 我只要整体 什么路理想 什么忙了 就 一位嘛 谁去过 但是 阿部以来 我离想了太多久 就是刚 一家是干嘛 上班 阿部比了上班 那阿部以来 是做啥 是做商业的呢 对 做商业开场了 小路称 婚后丈夫整天玩游戏 仗着自己是富二代 不找工作 突上班 最让人捉急的是 公婆居然也表示 突上班 没什么大问题 这让小路非常不满 而在场外采访时 小路告诉我们 丈夫在谈恋爱那会儿 根本不是这样 不求上进 否则还不会嫁给他 小路办法 没想到你 丈夫在甜蜜浪漫的背后 居然如此的不学无术 虽然是个富二代 但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正当小路为此发愁之 真正摧毁这段婚姻的事件 发生了 从我们 一月份开始分之 大家都四月份的荣光 四月份的荣光 有提子雅多 就是五月多阿里香气 所以我就发觉 有一个母三个女儿死阿里香 她有个女儿死了 那我理想啊 对啊 我开门一个 我阿姆说了三年 我以为在阿拉伯亲居嘛 那么我就猛了 我刚刚都三年 一刚 我是 女帮一个 什么 小路打开自家房门 看到的居然是一个陌生女子 竟还自称 是小路丈夫的女朋友 这还了得 而在场外采访时 小路也向我们 详细描述了当时 令自己瞠目结舌的一幕 因为我提子 我比较好 所以我正好不到阿里香来嘛 我来自发现阿里香 对吗 我飞速了 我来留口门的情况 我得有一个小姑娘开门了 大概是刚刚打好友的样子嘛 所以我毕业师傅 我等到我进来 他就从我的卧室 可是我也是 因为我刚打好友 我就是从我的卧室 没有什么经历 我再说我的卧室 咱俩 这是啥骨灶 可是这我很厉害 我很然后 很抱歉 一边 那我不知道 这是一成络路公室 我已经都知道 就刚刚那我不会了 应该哪能吃了 就 就是以理系 鼓勵大家一個中的二老公就不鼓勵了 然後我來幫我老公第一張問題 說不定就是拿我自己的東西 幫他了 根本能讓人家對你眼睛嗎 我就是問一能是幫我老公三個事 難得你得難得我得多得你 所以就各種問題 我就是通過網絡有心的拿我公 大家認得了就有個歐的主要 我就是幫多少孩子來白日替 阿媽的方式 所以阿老公正在忙自家背 所以當阿老公為了人家 我就是問一件 我剛拿兩年認得多少人 阿老公公我剛認得六千年了 就是剛這個差 就是剛出入還是蠻大的 我就是剛本來是想 從阿拉媽媽我離想出來 大老公姑娘才去不想 不想通修 一直跟他講 但是阿拉娘非得一出來 不想通修 所以個體就慢慢出來 所以就是發生了長的體 阿拉里希 在出來 跟個長的體 丈夫雖然否認帶女孩回來過夜 但小路越想越不對 於是她開始尋找在家中的蛛絲馬跡 誰知這一找可把她給氣壞了 我就是真的有一個 大學生的體驗 我就是這一個 大學生的體驗 在做阿媽 小學生的體驗 在做阿媽 甚至於阿媽的女兒 小姑娘她知道 我剛才兩年是做的 就是剛才 可以說明她幾個體驗 阿姨死了 在垃圾桶裡 發現如此污秽不堪的東西 小路的肺都快給氣炸了 剛才我現在老公都綁在那裡 綁在那裡 綁在那裡 一個五個人的網絡 在那裡 但是有一個五個人 我幫個小姑娘跟什麼關係 還不承認 還不承認 對 她已經五個人 包括五個人當中 五個人當中 五個人就幫你爹爹 我剛有啥子提 阿樂就出來 心平氣和談一下 然後她也就是 脾氣很暴躁的 就是一剛 然後 農非人就是快樂回想把人家 哭把人家 哭把人家 快樂娘把人家 更沒啥得的 就摔門而去了 那麼我現在再問你 就是她的外遇問題 到底是解決了 還是現在影響你們 婚姻關係的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分之到以前 我第一次 就是剛 就是剛才的 我沒有理解過 一直在我當國 也就說什麼發國 你又死了 大概死了兩天了吧 就走了 對呀 根本一有 有關係吧 幫你老公 一有幫個 我親上 我還要去門口的老公 我還要去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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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還要去門口 小姑娘 對呀 但是 你跟她以前五年的相戀基礎 你覺得她是一個這樣的人嗎 是一個很花心的人嗎 她會在網上找不同的女網友聊天 以前就是這樣子 對 那道理上可能是 對呀 這錯什麼了 這錯什麼了 只不過在訓練網絡過的 就大家聊聊體育庫 能用的顧問個總是有的 個堂子 那你應該還要去 第二堂 不是 小路稱 丈夫以前最多也就跟女網友聊個天 現在倒好 索性帶回家了 這還把她這個妻子放在眼裡嗎 而南方也遲遲沒有來到現場 我們決定 現場連線小路的帳戶 那麼丈夫小宋面對我們的來電 又會說些什麼呢 報告很短馬上回來 這是輪胎星球 首領 怎麼了 夢見輪胎挺不住 別擔心 我們有普利斯通 這下我就放心了 地球的輪胎普利斯通 普利斯通輪胎 怕上火更多人喝加多寶 中國 美賣十罐涼茶 七罐加多寶 配方正宗當然更多人喝 怕上火喝加多寶 我訂的書到了嗎 還沒到 這個 我說了還沒到 明天再來試試吧 登福縱上絲滑 聽啥呢 這個老阿妹 他就是小子 家父小子 真的動呀 老子大家庫了 他動 其實眼睛是說得漂亮呀 哈哈 這次可是他 他回到去 殺了 看不著孩子 上門討說法 卻遭遇重重阻撓 那我不能讓進來 我以前一直進來的 為什麼現在不能讓我這樣 你怎麼出生了 你不是不玩 你怎麼那麼殺出去的 誠心誠意 記錄一言 報誠守真 志誠高潔 信其屯移 不言而信 一言盡出 駛馬難追 言必信 行必果 漢語中 共有兩萬兩千多條成語 表達誠信的至少有一百條 每條都是一篇令人感動的美德故事 誠信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 關注誠信 建設誠信 完美 就是沒有任何瑕疵 哪怕是最微小的頭蟹 但我用青羊 它能滋養頭皮 不同角度 頭蟹不見 儘管看吧 我沒有什麼需要隱藏 青羊 無懈可擊 這是幹嘛 不平磁藥讓它光滑潔白 啊 你的牙又也不平滑 牙字藏在那不容易刷白 全新中華磁感白 微命級美白因子 牙齒表面更敢光滑潔白 綻放磁感白 中華磁感白 維茲發現 肌膚新生魔法 改善十大老化痕跡 全新維茲十號魔法頁 神奇新生魔法 真實科學見證 著笑看老天然精粹 深入直擊十大老化痕跡 肌膚更顯緊緻 光滑飽滿透亮 肌膚新生魔法 維茲十號魔法頁 清零維茲專櫃 真相新生好禮 維茲實現你的理想肌膚 88年女孩嫁給富二代 回家竟發現 陌生女子睡在自己的床上 所有個體制是 一齊老公和空一 大家是剛好打火油的樣子 所有皮特師傅 大家就是 可以多一些 特殊比林亞 紫維茲 永不穩 確定是老大 能虧了我 她應該有個十九 贏了 88年女孩嫁給富二代 真的幸福嗎 上集正在播出 剛才說到 小鹿的丈夫以前 最多也就跟女網友聊個天 現在倒好 索性帶回家了 這還把她這個妻子 放在眼裡嗎 而南方也遲遲 沒有來到現場 我們決定現場 連線小鹿的丈夫 那麼丈夫小宋 面對我們的來電 又會說些什麼呢 喂 喂 你好 小嫂子 沒有 你好 我認識她的姓老娘 你跟她的姓老娘 你跟她說 她的姓老娘 她的姓老娘 也想幫她的姓老娘 所以她應該問一下 她的姓老娘 可以嗎 我沒有 她的姓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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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的姓老娘 她的姓老娘 魚 也是 糟了 妳iberse 她也希望幫她 好久就爬蕩 我的農事點 妳也希望幫她好久 等了一楼吧 有个想法吧 但是他做出来的点事情 我已经太想了呀 啥个字梯啊 吃了啥个字梯 吃了啥个梯梯就把他想了你 我的日本娘做完语 你本家能困搞啊 哪那么娘能困搞呢 搞不公听听 因为我刚刚说了 我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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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是,你剛才要拿小林寶來的一段 那小林寶來拿那等法一要長輩,能打 一要長輩,五要長輩,有沒有你打了 哦,能一點的長輩啊? 嗯,長輩 因為剛才說的剛才剛才能一開始打我比你了,沒有長輩是吧? 打我比你也沒有長輩,我都沒有長輩了 我再問問,現在是剛才跟小林的事情,哪有三兩好啊? 能不能幫你一好啊? 我和其他的時間,我都沒有可能啊 嗯 可是你幾天過了,你幾個都了 嗯,啥是去呢? 我跟你 你,你 你這個覺當中啊,這個阿拉小的這個,能怎麼樣 會是你個小姑娘呢?有個可能嗎? 什麼? 能有嗎? 你會是誰的小姑娘? 我不會是你個 不是,你那個能有性的問題嗎? 没饿了 没饿了 不应该啊 可是我没饿了 真的啊 已经我放了一个假日 我再去整个人家 没饿了 你出门了 对的 没饿了 根本这刚刚有个小姑娘是好事了 那我立场跟着什么情况啊 纸棒又也是啥 纸棒又 纸棒又是来保了是吧 我觉着就等了一样就去保了 嗯 根本能不能 能不能 能不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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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觉得 因为 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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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就为了 能不能给 对 对 根本就是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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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 哪里等了几天 对 对 不可以 不可以 这些人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你现在 读书 我说 你现在 发现了 比云的 是吧 有可能 是吧 应该吧 我会 应该吧 你现在 那些东西 在海岛 比云 其中的 可能 是吧 是吧 比云 比云 你也要拿西东来回头 哦 隔岛也都自己走了 哦 这都自己走了 不是你现在要拿西东来回头 可是我拿老婆 那来还能给某个人要用了 出山了 拿西面做个体力 啊 我做那句 得给车气力一下 丈夫小宋死不承认 和女网友在家过夜 我们也不能一口咬定 小宋有出轨行为 但是为着老婆 把婚房借给异性过夜 的确很不妥 那么现在 丈夫又老是不回家来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妻子小陆 做了什么令她 无法忍受的事情吗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不好意思 让我们一起一起做什么 说什么 找个朋友啊 谢谢 找个朋友啊 找个朋友啊 绿震口香糖 清新口气 你我更亲近 看神仙眷旅淡妆浓膜 演绎月月精华 听月圆之夜星光灿烂 唱响南腔北调 花好乐园 赵志刚陈时中秋乐剧音乐会 2013年9月12日晚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与您共度良宵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经常呢 老阿美 她也就是小子 家父小一只 动眼 大家口了 她动 其实眼睛 这社会漂亮 一样 真是可知 她回上去 是 啥子 哪个 看不着孩子 上门讨说法 却遭遇重重阻挠 没等 那我不能让她进来的 我以前一直进来的 二十年前有一部电影 让无数观众煽然泪下 如今由中外联合团队 精力打造的音乐剧 妈妈再爱我一次 于2013年温情上演 人间大爱 亲情无价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不要错过 快来和妈妈一起感受音乐剧 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母爱魅力 抢票热线9623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好人 选洗发水的理由 一个不够 我给你五个 全新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 微焦云精华 解决五大受损 绣发重现强韧柔亮 五大受损 一个对策 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系列 生活是一门沟通的艺术 需要以理解和宽容作为润滑剂 调解工作就像烧一手好菜 需要把握好火候 生活的智慧需要一颗平常心 排解矛盾需要熟练的技巧 和谐 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将在我们手中一脉相承 心火相传 关爱他人 共建和谐 欢迎继续回来收看新老娘舅 如果您有什么事 需要我们帮助的话 也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而签署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好 今天我们在某某的课议 今天我们在某某的课议 经常把膽缎一提 sab help 但是 information 就是 从吵架以后 忘记是 话她要怎么报复你了 从船上 就是在网络上 所以一直骂骂我 然后就是上 大概上一个月 然后就是可能 我跟别的小姑娘 什么失败什么的 然后她就看到了 她就 每个上微博 就X5网友 X1的时候不妙网友 就像狗娃她的名声 嗯 X1 你不是在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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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她一直在报复 她骂我 我就是无所谓 然后我跟小姑娘没什么关系 跟她一直这样骂别人 我觉得我 我骂我很糟 对对对 你别破脏水了对不对你感觉 是吧 X1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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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2 X2 X4 一心一碰 他就粗心很大的 那么粗心一度呢 能有个彻底 能说个彻底 它在钢琴上 都要有领啊来 能有个彻底 一说个就发泄 不要看你们是大学生 他这种发泄就等于破腐骂街 什么叫破腐骂街 破腐骂街就是什么人都骂进去 但是他这个时候心里是很难控制的 那么能想想看 一个呢 这个 这个 能日干老套生经的过年 你这你这回不得 老公老公回不得 能想想一个呢 只提提 日日夜夜是怎么过来的 对吧 能够了我都 他应该一道去救我心我素 对吧 一个呢 一日子都让别为奇 得了提后呗 一脑子里子想弄啊 小孙啊 弄得起来 那么阿拉杆跟阿康处有问题 小罗问的还有啊 但是各个人一种方式能够出 一日爱小孙 爱浓 一种方式方法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小孙 对吧 一个孙啊 一个孙子生的家也不容易 那要考虑小孙 阿拉老娘家一副本 那种离婚的家里 打了个偶遗症多少度 那人都过四个孙 对吧 又没啥老套女子 这些问题 对吧 少了今早日下 他能够好得行啊 也不过来开玩了行啊 好吧 小孙 为啥好 就考虑考虑 小孙啊 你考虑一下 小孙啊 爸也有觉悟 那我连经济调及的口译 但是经济调及的口译 未来就有的影哟 对吧 我以为有的照片 只好今早调命做调 没意思 看那两个人打我比你 好吧 争取 小孙啊 好 好的 小孙 谢谢你 我们会再继续跟你联系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再见啊 小孙 电话打完 我们觉得 光是小夫妻俩之间有问题的话 并不难解决 丈夫也同意 会认真考虑这件事 可小路却告诉我们 真正的矛盾跟结还不在这儿 而是她的婆婆 实在难以相处 我婆婆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然后 小路诚 婆婆十分的宠溺儿子 总是站在儿子一边 那么小路与富有的婆婆之间 到底有怎样的勾心斗角呢 又怎么会被婆婆 转走69万存款的呢 而为了帮助小路 编导陪她去婆婆家看孩子 又会遇到怎样 难以预测的情况呢 明晚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88年女孩嫁给富二代 真的幸福吗 下集 今天啊 我们接到观众周阿姨的电话 反映啊 她花5000元买的新家具 这质量是非常的糟糕 那么这套新家具是在哪儿买的呢 可是没想到啊 等厂家把家具送来之后 周阿姨却发现 家具的颜色还是搞错了 于是立即将这个情况 向厂家进行了反应 可是对方的态度 却十分恶劣 周阿姨说 当初自己订货时 明确要求 颜色必须和自己老家具的颜色相符 可是送来的家具颜色 却明显偏淡 而让周阿姨更加生气的是啊 这套家具啊 不仅颜色不对 而且质量 也很糟糕 周阿姨说 这个五斗厨啊 不仅质量粗糙 而且在尺寸上 也是偷工减料 阿姨还特别提到 这个抽屉啊 特别的浅 浅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来测量一下 这个抽屉的深度是41厘米 可是整个柜子的深度有多少呢 58 也就是说柜子整个深度的三分之一几乎没有被利用到 周阿姨说 为了这些问题 自己多次和厂家联系 可是对方始终不愿意上门解决问题 为了帮助周阿姨 郭亮当即来到了运光家居广场 那么对于周阿姨购买的这套家具 目前存在的问题 厂家是怎样一个态度呢 我们这个家具吧一般的呀 对不对 一般的 也不是什么精品 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品牌 对不对 不是精品 不是品牌 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吗 我们先来罗列一下周阿姨购买的这套家具的问题 一 家具的颜色与顾客的要求不符 二 样品抽屉都装有导轨 而送来的抽屉却没有导轨 三 抽屉偷工减料 缩短了深度 难道不是精品 不是品牌 就可以出现这些问题吗 对此 郭亮也向对方提出了批评 在郭亮的批评教育下 厂方的工作人员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有什么问题给他解决 你如果不行 就该给你犯 最后厂方表示 愿意对周阿姨的这套家具做退货处理 而据我们了解 之前周阿姨在遇到问题之后 并没有向商场的售后部门寻求帮助 为此郭亮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所以阿姨 我们到现场要找对方向 在跟商铺沟通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 我们立刻找到商场 所以商场里面是有很多的 它的控制的机制的 如果说我们商铺做的还不够好 或者出现偏差了 我们商场回来纠正的 对吧 这样的话你的利益能在第一时刻得到保证 现在有个商品质品质量 我这个也够了 对吧 那这个好家习的习的 对吧 外人质质量不贵的 这个我才长啊 如果要做商业 那够好奇迷就要两手扎 一个扎质品质量 一个扎手我五 大家不要走开哦 我都知道我来拿去给国家想了啥 经常有个知名堂的费用 一个长袖刚好是两二的围攻 你这张来不施工的我来来 说出来哦 给这装修的问题做了哈三年哦 大家去课课 近日我们接到观众楚先生的电话 反映啊 他委托了一家所谓知名的装修公司 给家里装修 如今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哎呀照理说 这知名的装修公司来施工 楚先生应该放心才对 可是楚先生却告诉我们 整个装修过程一点都不顺利 我整理 怎么不顺利呢 因为你这个 找到这个七个 这种装修公司 七月一号到八月四号 这两个号都理想到 你这住的这个百分之 大概五三号到 一半都不到 一半都不到 楚先生告诉我们 当初与这家 打着同纪招牌的装潢公司 签订合同的时候啊 约定的工程总价是五万五千元 完工的时间呢 是八月三十号 可是如今呢 已经是九月份了 不仅这装修没有完工 现场连一个装修工人 也看不到 楚先生说 为了停工的事情 自己和装潢公司多次沟通 要求对方能够尽快恢复施工 可是对方却拿出一张 增加预算书来 表示要复工可以啊 但必须再交九千九百三十五元 以前你把注入 为什么 我据过的以后 一个是刚事上 如果跟你下诃 增加的这个预算 增加预算了 这个预算是 事情的周贺 没人家总说 包括那个 指望购的 像上确与误贵 对吧 我奔上去这里 想去有 那么封 sharply 边的 这一个增加 размер 我都用来说到底呢 粉墙本来坐墙面 就要粉墙 就要粉墙 现在他又打出来了 又当出来 那个轮张 总说过 在这张增加预算书上 我们看到 有不少施工项目 在原合同附带的预算书上 也有出现 楚先生认为 这是装潢公司重复收费 因此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而装潢公司却坚称 这些项目啊 是应楚先生的要求 而增加的施工项目 不加钱 那就别想开工 因此呢 双方是争执不下 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 即使这张增加预算书上的施工项目 的确是应楚先生的要求而增加的 那么双方有没有就这些增加的项目 签署过书面的补充协议呢 没有 没有 如果说双方对工程项目的变更 没有达成一致的话 他后续就没有收费的依据 就是那9900多块钱 他没有收费的依据 对 所以说他说他增加了项目 OK 他拿出变更单来给你看 拿不出那他白做 按照楚先生的说法 他找的这家装潢公司啊 是一家很有名气的 大公司 那么这家所谓的大公司 做事为何会如此的草率呢 同济联合设计张扬路电 这个项目经理叫生进国 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原来我跟以前说 他刚刚一样东西撒几个 刚刚一样 搞张网搞了撒几亿来 他刚刚一这个 拼把老号 所以我听到 东西撒几的拼把老号 当然我按照信 我认识 这都信 从有决点眼我放心 这刚刚我叫你干东西撒几亿来 你没这个儿童啊 根本更了一年 一个儿童起儿童啊 根本我更敢相信一个 对吧 而且儿童过得呢 以后呢 当我那些年号车车以后呢 以后当了个雨水 Course 处仙人告诉我们 当初决定找这家装潢公司来装修 就是为了图一个放心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 就是这样一家大盘的公司 竟然也会出而返而 擅自增加工程费用 这让他非常失望 如今楚行人要求 重新进行核算 把没有做完的项目费用 退还给自己 并且终止合同 那么对于他的要求 装潢公司又是什么态度呢 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追踪 不断研究创新工艺 将层层有肉薄片 压成肉饼 水分不易流失 锁住更多牛肉之叶 层层美味 鲜嫩多汁 肯德基层层薄片嫩牛宝 有红色层股市 虫肯德基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项目的变更 那您应该签署项目变更单 那才是啊 否则您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呢 不是 李同事说 本身他跟我讲的都退少补 你说多退少补 我认可的 但是多退少补的前提是 你要签署有关的合同当中所认可的 双方共同认可的项目变更单 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我们自己管理不严 所造成的企业损失 或者是个人损失 擅自变更施工项目 却没有客户签字认可 对于装潢公司这种不规范的做法 郭亮也向对方提出了批评 而此时 郭亮又发现 在双方签署的河头上 竟然连一个公章都没有盖 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郭亮的再三追问下 最后这位生经理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同计联合设计 而是一家叫做同望的装潢公司 等于这种挂羊头卖狗肉 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做法 郭亮也向对方提出了批评 您的同望这个名字依然很漂亮 我们把它做大做强 有什么不好呢 您说是不是 关键是要我们每一个客人满意 形成口口相传的口碑 你才会越做越好啊 对对对 好不好 朱先生家里的这个事呢 我希望您很好地跟他展开沟通 如果说朱先生不愿意再继续合同下去的话 跟他进行一次最终的决算 把这个把前面的工作呢完成好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谢谢 之后对于同望公司绑大牌的行为 郭亮也向同济联合装潢公司 进行了反应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打着同济的这个招牌 但如果说有人试图用这块招牌行骗的话 我们是不能答应的 对对对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同济联合 要出手也得出手 不出手也得要出手 我感觉都已经远复了 没从你的动机里的身上 去看见你的消费者 那种挂羊头卖狗肉 可能是得适